有没有白杂岩场,嘎尔市 哦,对啊 看什么 白杂古岩场,对了,九公里 对了,就这地方,就这,就这,就这,不要发展了 就这了 这路就一般的水泥路 我们看过路边上的白杂古岩场 又沿湘间水泥路 走进了高山峡谷里 嘎尔市 嘎尔市 到了 发卖村嘎尔市 这里是嘎尔市的进山大门 有围商炉 金帆 还有一排小白塔 怀宫正盛德 秦河廷仙道 在哪啊 秦河廷仙道 怀宫正盛德 这房子 哇,这房子好大 对 它这边是,这边是个营地 看看 这边有没有吃的 有没有吃的话,可能跟人家吃点东西到时候 看看,这有冒烟的,问一问 上面的我估计也没有,这应该是个营地 问一下吧 你看,这就是营地 很好的 草地上 草地上还立了一个黑帐篷 这里是 嘎尔山站 生态旅游度假营地 再从 狼千县 去 嘎尔市的路上 很快就要到嘎尔市了 我们原来一直担心 这条路上没有吃的 突然看到了这个营地 问了一下 这地方可以解决午饭问题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到这边看一看 这边 靠山边的 溪水边 也 立了两个帐篷 我们走过去 到这边看看里面是什么 设施 有森林 草地 还有洗水 环境特别好 我们来走进帐篷里面 四个桌子对在一起 这沙发 沙发床 可以坐沙发 也可以坐床用 有五个 还是比较齐全的这地方可以来聚餐休息 非常好的环境 前面几步之遥 就是一条溪水 看这边还有一个 大型的遮阳伞 也是摆放了桌椅 喝茶 餐饮 都可以 这一块环境真的太好了 人与自然 在这里非常舒服的 融入进来 看这条溪水 上面还有 五个真言 磕在山崖上 这个水刚刚下过雨 有点小浑浊 山体也都是黑色的裸山 这个自然生态太好了 一个年轻的喇嘛 也在这边照相 这个方向有一个非常大的 帐篷 上面还有很多的这个图案 非常的漂亮 典型的藏鱼风格 我们要过去 看看里面的什么啊 太大了这个帐篷啊 可以撑很多人应该是 哇 这些画像太美了 进去看一下 哦 里面也是桌子 哦 这地方可以 很多人在这里共同的 聚餐呢 适合旅行团队过来 帐篷对面 那边的草地上就是 木格楞的房子 我们沿着路走过去 最前面这一个是黑色帐篷 等一下我们进去看看 这边是一个金帆 好多的房子 全是木质结构的 今天没有什么人 没有什么游客 中午时分 这座房子 是前台 前面的草地上有很多的帐篷 中间是跳工廊舞的 烧篝火的地方 这一个帐篷 前面是黑帐篷 我们走进去 看看里面是什么 这个黑帐篷还是比较有 特点的 哦里面这个草长得很漂亮 但是现在里面没放什么东西 是个空的黑帐篷 雨有点大 我躲在帐篷下 我们环视一周 这中间这个石头的地方就是 木火台 远方也是木更冷房子 很多的帐篷 这个草地还是很大的 这边前台 这就是一个标准客房 我刚才进去了一下 里面的设施还是比较齐全的 但有一个问题啊 所有的客房 都没有 洗手间 要到最前面正前方的地方去 公共洗手间 这是目前 从囊前到嘎尔斯 唯一一个能住宿 和吃饭的地方 这一排都是 标准客房 我的同伴在帐篷里面 准备吃饭了 最关键的 这里自然环境特别好 将来 嘎尔斯旅游 活起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营地 而且呢 走到路上拐一个弯 就可以远远的望见 悬崖上的 嘎尔斯 这个寺庙 你看这个气势 就已经非常吸引人了 它被号称为 中国的虎学士 建在悬崖上 非常的壮观 可以讲是 冯西牙怪 建筑为俄 这里是藏传佛教的 白教的一个 很大的寺院 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就是悬崖上的 嘎尔斯 我会专题介绍 好 下一集再见